掌柜的是谁 我快点 快点 快点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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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差大人 小人方横就是本殿的掌柜 不知几位大人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衙门接到百姓举报 你们制衣铺 长击制寿假货 奉府台大人之命 要将这些衣物布匹 金树没收 动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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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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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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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搬走啊 走 不能动 不能动 你们再有人反抗 一命带走 不走 王爷 那方氏啊 出事了 听说有人举报方氏仿制 不比什么的 全被官府给没收了 王爷 你一会儿还要进宫 您这离去方氏 怕是要为了天洁的召见 是啊 王爷 大侍卫装 大人 大人 你们等一下 大人 不要 原来 是你们苏家干的好事 不 你们误会了 怪不得这段时间 老来我们这儿留的 感情是给官家引路的是吧 整日没皮没脸的骚扰霓裴裳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 你这个伪居子 我 程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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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冲动 我怎么冷静 咱们都是被他害的 货都没了 你们冷静一点 你相信我 这是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颐文秀昨日来找茬 今日我们的货就被没收了 我还说与你无关 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东西 帮你们要回来的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霓裳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巴不得你事事顺利 天天开心 我又怎么会害你呢 苏公子还请谨言慎行 此事确实我们有错在先 但苏家实在不必赶尽杀绝 此事与你无关 还请苏公子离开吧 霓裳 你还敢碰霓裳 我今儿非 混蛋 找你害我们 那成天不是说霓裳姑娘 就在附近采花吗 人哪 王爷 那不是霓裳姑娘吗 其实 我会尽容所能来挽回 你们的损失 因为我知道 这个制衣铺对你来说很重要 放手 你听我说 我会保你 相信我 我说放手 算了 咱们走吧 王爷 霓裳 你听我说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 就理应由我来解决 你接射尾巴 不接射尾巴 我管定了 我若是不愿 你又能如何 那我就让方氏夫妇 在京城无法容身 你 既然你们说我动用全尸 查查了方氏 那我可以再次动用全尸 将他们赶回老家 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所以 你竟如此卑鄙 那也是被你逼的 宁儿 你为何总是叫我拒之千里之外 我看你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你怎么就好